电表上面放一卷透明胶带 电表立马就不转 农村的一个用户 用透明胶带这样子偷电 昨天被当场抓住 抓走了 重罚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 大家引以为戒 千万不要这样子干呢 像我们家里面这种电表 智能电表 它是四根线 这两根火线 这两根零线 对吧 我们 这两根线 一个进一个出 这个也是一个进一个出 他是怎么做的呢 手段真的很高明啊 他找了一根线 把这个线给他 缠在这个透明胶带上面 给大家来看 他是这样子来做的啊 这个电表一般都放在电表箱里面 直接像这样子给他 缠了几圈 最后在这个位置 给他剪断 真的是手段很高明啊 我也不知道他用这个方法 用了多长时间 像这样子 把这两根线给他弄开 这个地方是非常紧 非常牢固的 平时晚上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给他插在这个电表火线上面 这个电表箱 他把这个东西交代给他弄软 给他支在这个电表箱下面 强行的顶住他 这样子 这个电表这两根线相当于短接在了一起 我们都知道这两根线短接在一起的时候 电表就不走了 为什么呢 他就相当于没有经过电表内部直接这样子走了 是不是啊 他在晚上就用这个胶带把它硬撑在里面 这个这样子放在这里 硬压住他 等到白天的时候 他再把它拔出来 就这样子来偷电的 是不是啊 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 很难查出来呀 晚上插进去 白天拔下来 真的是偷电手法很高明啊 最后怎么抓住他呢 那是那天晚上 去查电的时候 发现他家里面电表箱有一个胶带 放在这里 一看 这里有两个头 插在里面 所以说 第二天早上 一直蹲守在那里 在他拔出来之前 当场抓住他的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子干呢 这样子是会重罚的 不允许这样子来干 分享给你 给下大家的收看